潘建池满心欢喜地在花田上放着风筝等待秦桑 天叔突然出现了 潘建池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 他没有辩解 天叔从怀里拿出手枪让潘建池自裁 潘建池扣下了扳机 意外的是枪里竟然没有子弹 天叔告诉潘建池 放过他也是警告他 他给潘建池一个选择的机会 是愿意跟着心爱的人逃离天下 还是跟着他一起拯救世界 潘建池选择拯救世界 秦桑提着行李箱来到花田 他看到挂在树上的风筝 失落地坐在箱子上 两行轻泪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突然传来一阵脚不伸 秦桑连忙回头 来的人却是一连凯 他想帮秦桑捡回风筝 并把线续上 去风筝的时候 一连凯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 秦桑却一把撕烂了风筝 天叔和潘建池走在街上 却被一群身穿黑衣打着黑伞的人给围了起来 天叔宣布潘建池此次来雍南是执行重要的任务 他们要一起动手 在雍南掀起一场彻头彻尾的行动 秦桑没好气地问一连凯不是要放自己离开 还跟过来做什么 一连凯劝秦桑把那个人忘了 善待自己 秦桑追问一连凯想不想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一连凯却说自己不需要 他怕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自己会发疯发狂 一连凯心中压抑的愤怒终于喷不而出 他扶身想亲吻秦桑 秦桑却推开他 并纷纷打了他一耳光 转身想要离开 一连凯追上秦桑 一把将他扔在花田中压在身下 他忍不住问秦桑这些年 是否有爱过他 如果秦桑对他一点爱都没有 凭什么他要对秦桑温柔体贴 秦桑反问一连凯又是否有爱过自己呢 一连凯撕心裂肺地大喊他有 他一直都有啊 秦桑十分惊讶 他本以为一连凯是为了掩饰对方眼睛的感情 才会娶她 一连凯却说因为秦桑三年来对他视而不见 才体会不到他的爱 他始终爱的只有秦桑一人 秦桑遇到街上买了油豆腐去目的看望母亲 他多年未归只因一事无成 二十次回来 他要把那个人欠他们母女的一切都换回了 半夜云踢着装有父亲遗物的那个箱子去找怀秀 请怀秀按照这套成军军服的尺寸做一套夫军的军服 一连凯向秦桑表白后 二人的相处有些尴尬 看现在的情形 老壮远是打算跟富荣才合作 只是一连凯没有想到富荣才也是个缩头乌龟 竟然打算一直在城府待下去 秦桑买通了城府的一个下人 让他帮忙小小教训一下富荣才 一连凯明白陈老先生是真的想射弃他们一家了 既然陈老先生心意已决 他说再多也无用 就想请陈老先生当个忙 之前秦桑在城府动了枪 所以他一直担心他还会再惹出事端 所以想请陈老先生安排泄油用之人帮忙看入秦桑 秦桑看见一连凯和陈允之带了两名侍卫朝他的屋子方向走来 故意砸烂了杯子 对一连凯颇具指使 一连凯进屋就对秦桑破口大妈 秦桑转身想与一连凯争吵 在看见陈允之之后连忙道歉 陈允之面露尴尬只好告辞 陈允之离开后 秦桑告诉一连凯具已经不好 就看富荣才是否上当 一连凯认为富荣才不会上当 但秦桑猜测富荣才一定会认为他们和陈老爷子商量好了 要对他来个问中作别 倒是肯定不会在屋子里安静地等 而是狗鸡跳墙